96岁资深艺人长风去年曾因低血压昏倒 现在固定每天吃两颗通血管的药丸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的她 平常还是主拐杖走路 昨日她出席关怀演艺人员春节餐会 笑称现在也没什么晕了 我高粱照喝 生如红中的模样 让外界看到她可爱逗趣的一面 据三立新闻报道 对演戏有着热忱的她 不论是金马匠或是金钟匠 长风都曾封闭 即使年岁已高 她仍对戏剧这一块难以忘怀 不过长风也自知年纪大了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不要给别人制造困扰 因此她坦言只要安全措施做足 她都不排斥去玩任何轻松的戏 她一起有次拍一个镜头准备起身时 身边竟跑出八个人同时把手伸向她 一边还喊着长霸 长霸想帮忙拉她起身 也让长风相当无奈 我实际上没那么严重 我还可以走 还可以小酌一杯 长风也透露自己的养生秘诀 无忧无虑才是最天然又最好的保养方式 如今她偶尔在睡前小酌高粱 帮助睡眠 有时候还会和有人撂两句台语 她笑说 我要练习啊 才有拍八点档的机会 长风伯伯笑声好爽朗哦